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浓博图呢 它具体的这个实现的思路 首先我们把这个整个浓博图的效果 我们分成好几步一步一步来做 第一步呢先做第一个基础的效果 就是呢这个简单的浓博图 是图片的自动切换 第一个它自动切换 先把这个效果先实现出来 那后边呢再根据这个小白点 就是鼠标悬浮 然后呢切换这个图片 我们再把这个效果呢也做出来 这都属于两个就是基本的效果 然后把这两部分都做出来之后 都分别做出来之后 我们再把它合并到一起整合起来 那整合呢这个综合的效果 两个效果都得有 我们一步一步来写 那首先来看第一个 就是简单的这个浓博图 自动切换的 自动切换的 那我们定的比如说每秒 就隔一秒切换一次 隔一秒切换一次 那首先要用到的就是什么 定制器 定制器 用哪个 我们有setTimeout 有setInterval 用那个setInterval对吧 设置之后呢它是每格都上时间执行一次 而且伦波图呢 现在我们只做自动切换的话 不用停 对吧 现在我们不考虑这个鼠标悬浮到小白点 我们就不用考虑它停下来的问题 它就一直自动切换就行 那所以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效果 那首先得用到设置定制器 那就先写 设置定制器 setInterval 那里边我们传一个函数在这 传个时间 比如1000毫秒 就一秒之后 每隔一秒 它跳一次 然后紧接着 大家看我现在页面上这个显示的效果 放了本身有好多张图片 但是通过CSS去控制的 那一次它页面上只能显示出一张来 那控制了一下 我接下来需要把它显示的话呢 首先要用到的一个sno 要用到sno就是呢 要么是 要么是把这个图片 我设置为 设样式 设置为隐藏 那就把显示这张 我设置它的display 设置为那 它隐藏了 那它后面一张就出来 就显示 就每次显示一张 我需要显示的那张 我设置为display 是block 其他的我设置为隐藏 它就换一张 每次换一张 每次换一张 可以通过CSS去控制 第二种呢 是另外一种sno 就属于 让位置出来 移动 属于移动 我现在这个写法呢 是 外面放的是个div 我给那个 然后divuol 我给它设置的样式呢 是 里面的图片 这个imgs 我给这个uol 设置的样式 给它固定了这个宽高 可以有这么一种法 我固定了它的宽高 指定了一下 它的宽高和图片的宽高 刚好大有一样的 然后呢 我设置了一个overflow header 那其他的就显示了 其他就隐藏了 只显示一张 只显示第一张 所以还有另外一个做法 就是它只能显示第一张 那我就每隔一秒 我把这个第一个图片呢 就放后边去 再隔一秒 我又把这一张 又移动到后边去 这也是一种做法 就有不同的sno 那么可以呢 我先写一下 这个第一种这种做法 就是移动的 我们先两种都写下 大家看一下 首先是移动图片的 它是AGTM嘛 就是CSS写的就不太不太一样了 我移动图片 我是设置了整个这个URL里边 就只能写出来一张图片 所以我其他的剩余的是overflow header 隐藏了 那这样我可以呢 就是每次 这里面是每隔一秒 每隔 切换一下 每隔一秒 然后呢 将这个第一张图片 移动到最后 每隔一秒 将第一张图片移动到最后 那这样写的话 首先需要做什么 是不是得获取到第一张图片才行 对吧 那其实我这里放的是ali 一个ali表示一张图片 里面包含了一个mg 我就获取整个ali 那要获取到第一个ali 想要怎么获取 编定书罗学 下标为名的这个 那有没有必要便利 我就取一个 就取第一个 但是设ID的话 你得考虑个问题 我给他设置ID了 我把他移动到后边去了 我再取的话 下一次就这个了 是吧 那是每个都得有ID啊 我们不能用ID 多个的时候呢 用ID不方便 你的每一个都加ID 很麻烦 我们可以直接通过class 或者说通过标签名称 或者拿上下级的这个关系 只要能找到这个标圈 即使我是一次取到了所有的ali 我也可以通过下标为0 取到其中的一个 我只需要获取的一个 那所以这里其实方法也比较多 我获取 首先是获取第一张图片的这个ali 那么我给他写这么几个写法 第一种呢 是我这个图片 这个ali 我就用了 document 点上 然后我用query selector 然后呢 用这个.img 下方向ali 那这样取的话 得到的是多长 是个内数组的一个对象 我就需要呢 通过这个下 中国号下标 取到他的第一张 这样取到的直接是一个ali 圈 就是他 这是第一种写法 第二种写法 我不需要这一个货了 我本来就是取第一张 我只要一张 我可以直接用了query selector 我同样用这个选择器 用class选择器 但是我只要第一张 那直接query selector 他就返回了第一张 就直接是图片 他不是数组 不是对象 所以不需要加这个卡标 这样写也行 或者说呢 还能怎么写 li 我通过那个ul去找 找它的第一个子元素 也能找 那ul呢 整个所有的图片 都是共用了一个 我可以直接找这个mg 加id 那它的个数呢 就是 就直接用id取就行 它就一个 那我用了getelement byid 这个mgs 这是取到了整个ul的事 我再去取它的 我先把这个ul呢 先单独写出来 先获取ul 那在它的第一个子元素的话 就是ul点上 它的first element 翘的 这样可以获取到这个负极元素 这是负极元素ul 取它的第一个元素内型的子体链 就是它的第一个元素孩子 第一个标签 第一个子标签 取到的野生的这个第一个ali 就是各种各样的解决办法 你只要在所有的这些办法里面 你能想到一个就行 所以这是对我们前段时间 就是获取标桥的内容 真正我要用到标桥的时候 你要能够想到一个办法 把它取出来就行 方法非常多 那我们保留一个 比如说我就保留中间这一个 用query selector 直接通过cas取一个 那然后呢 我们紧接着 得把这个标签 取到这个标签 是不是又得给它 移动到最后的位置去 得移动到最后的位置去 所以还需要用到 这个标签 向标签当中 添加子元素的一个操作 得向ul里边 追加最后一个子元素 那这里是得用到节点方式的这个操作了 那还是得用到这个ul 那Li我不管你怎么获取 但是ul呢 反正是要获取到的 然后呢 将这个第一个子元素 Li 子元素 然后呢 放到ul的最后一个子元素的位置 就可以呢 用ul点上 碰的 撬的 把那个Li呢 换进去 就是把你找到的第一个Li 从ul的最后的位置 给它加进去 我直接操作是Li本身 所以它就是一个移动的操作 我每隔一秒操作一次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效果 会变 这样就变了 所以看这个代码的话呢 其实没讲 就能实现 这个原理比较简单 我就是每次取到 我首先取到整个u2 取到负极的u2 然后呢 把它的第一个子节点 从它的墨尾呢 再给它放进去 它实现的效果呢 就是我隔一秒的时候 一秒之后 它就把它放在这了 再隔一秒 它又把这个第一个 放在这去了 再隔一秒 又把它又放下来了 然后我这个u2呢 它的样式 设计的是overflow 它等 里面的宽高 都和你们图片的宽高 是一样的 它每次只能显示一张 剩下的都是隐藏的 所以我把前面位置 给它让出来 你看把这一张移到最后了 那第一张变成这个5点GPG 就下的是这一张 那再把它再隔一秒 那再隔一秒 就这样换 它一直这么换 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 一个效果 就我只是做一个 单纯的自动切换的话 这样起就完事了 但这种写法里边呢 得用到 就是我们最后用到 一个open的窍档 因为得移动 这个元素的位置 这个open的窍档呢 是节点操作里边的 向负元素添加 子节点的一个方式 这个open的啊 这个估计大家又忘得差不多了 问得效果是呢 向这一个负元素 向负元素 添加呢 这个最后一个子元素 就从负元素的木尾 给它加个子元送进去 这是它的用法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写法 移动图片的 然后呢 我们把它呢 注释一下 我们还有第二个写法 就是用css来控制的 写法二 那通过就是试制定时器 试制定时器 然后通过呢 这个css进行控制 这个图片的显示和隐藏 因为同样按照我原来 这个顺序的话 我看原来页面上 默认的是这个林内老板 他是第一个 然后我把第一个 如果给他加一个 style display 那把第一个隐藏了 我再刷新 它就显示第二个了 我前面隐藏了 它就不显示了 就直接显示下一个 那所以我们第二个这个功能的话 第二个写法的话 就是把所有的ali 我们可以直接把呢 只有一个 把其中的一个显示 其他的全部隐藏 每次换一个显示 每次换一个显示 这样也行 所以主要是用到这个样式 style 然后discipline now 那先恢复一下 就出生 第一个呢 还是放这个林内老板 这个 那同样设置电视器 set interval 然后方向 然后电视器里边 他需要做的事情 我们需要呢 在电视器里边 每隔一秒 就把呢 这个图片 要换一张显示 其他的都隐藏 那我是不是需要知道 我每隔一秒之后 我应该显示第几张 对吧 我一秒之后 显示第二张 那再过一秒 我显示第三张 就两秒之后 显示第三张 我当前显示的 就是第一张 第一张 所以我可以呢 就是也是 得结合一个技术的 我定义一个 那么在这 主要现在显示的是 第一张 我现在显示的 就是第一张 我那么就是等于 从一开始 或者说你从零开始的话 以后呢 就数字小一 它始终数字小一个 那我现在直接放一 然后每次 电视器里边 一秒之后 是不是应该显示第二张了 对吧 所以我一秒之后呢 我可以把这个数字 加一下 加一 每隔一秒 我加一 每个一秒加一 可以这么放 那它从零开始的都行 你从零 从一开始其实都行 你自己定 然后呢 每隔一秒 掉了之后呢 把它加一就行 里面至少要放一个 那么加加 然后后续的呢 就是得通过这个纳目值 去取到你要显示的这一张图片 那如果是从零一二来取的话 刚开始显示的零就对应着呢 第一个Li 我下边为一的就是第二个Li 下边为二的就是三个Li 它就这样要对应上 那么接下来需要做一件事情 我每次学完的时候呢 我可以这样去做 这样做是一个比较直接的思路 我不需要考虑之前写是不是哪一张 我只需要考虑呢 我现在要写哪一张 那么就直接先把所有的 先将所有的图片都隐藏 我先全部都隐藏起来 然后呢 再将这个呢 那下标为那么的这个图片 显示 那我如果从零开始的话 那就刚好是和那个图片的下标 是对应的 刚开始显示下标为零的 第二次显示下标为一的 那可以这么来 那首先我将所有图片都隐藏 那就先呢 获取到 获取所有的这个图片 图片的那个Li 然后呢 再那或者是所有 将所有的都隐藏 都设置这个CSS样式 所以需要呢 便利输组 那对呢 每一张 张图片的这个Li 设置呢 这个CSS样式 Display 那 那这是呢 要便利呢 先把所有图片都隐藏掉 然后再将当前的这张图片的显示 那么就从呢 获取的所有图片里边 就以这个NAM作为下标 设置它的样式 对呢 这个NAM下标的图片 设置呢 CSS样式 比如设置为Display Lot 就这样一个字幕 那看先 先获取到所有的这个图片的 Li LiS 就加个O 点上呢 用MG Li 用这个class 用点 用class 选择器 我获取到这所有的Li的标签 现在呢 我要把所有的标签呢 都隐藏起来 那就便利 用货运环 用下标的循环 I等于0 I小于 这个MG LiS 这个数组 它的长度 I加加 然后里边取呢 MG LiS 下标I 这其实呢 就是一个一个的Li 标签 这是一个一个的Li 标签 我设置它的样式 MG LiS 下标I 点上 点上它的这个style 点上Display 等于0 这样所有图片都会隐藏下来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效果 你看一秒之后图片都没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要把下标为NUM的这个呢 显示出来 你看我本来呢 是0的 我一秒之后 那NUM加加变成1 我就得呢 显示这个下标为1的 那就从 ImG LiS里边 去下标为NUM的 所以这里NUM是个变量 直接用中文号的语法 然后呢 把NUM放进去 NUM本身就是一个数字 一个数字 01234 那对这一个标签 试试它的style 表上Display 等于Block 那暂时先看一下效果 隔一秒换一张 隔一秒换一张 没了 而且后面还播错了 因为它一直往后执行 一直往后执行 当我显示到这个最后一张图片之后 你看从这个NUM这个值 从0它加到12345 再加到6的话 是没有图片了对吧 再加就没有图片了 所以我需要呢 再把它倒回来 如果它超出我们这个图片的个数了 我得让它再回来 我得让它再回来 又从头开始 所以需要呢 在这里面对这个NUM的作用判断 对这个NUM值 就是NUM值加加之后呢 我们后面把它作为下标来用的时候 主要是在这儿 把它作为下标来用的时候 那一定要对NUM做一个判断 如果这个NUM 我们图片的章数 也不是6章 这个6章我可以如果直接写死的话 我就让它NUM 如果等等于6的话 它就已经不对了 我6章图片 最大下标是不是5 我012345 如果它加了等于6了 就说明它应该是又回到第一章 下标为0的 就012345 012345 012345 这么来 所以这是这个下标 它应该是从012345 012345 就这么来的 每次到最后一章了 又回到第0章去了 就下标为0的去了 然后这个6呢 我也不写死不好 因为可能页面图片 各章数呢 不一定是6章 那我就取呢 IMG LIS的Lens 去前面这个图片 速度的它的长度 就可以了 当我那么下标的值 达到这个长度了 就已经超出这个下标了 那就把它还原成0 就让它重新等于0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回去 又回去了 那这样的这个 这个效果 基本上就完事了 这种写法呢 它是通过这个样式去控制的 所以它需要呢 控制就是对某一章 我要显示的是哪一章 那我得呢 就通过一个纳门变量 寄个数 我要显示第几章 这是呢 这个直接就自动切换的 我们第二种写法 用样式去控制的 通常其实这个写的 比较多一点 因为我们后面 还要加其他的效果 还要加那个 鼠标悬浮切换的 所以通常是用这个呢 结合起来用的 前面那个呢 一般只是单独 就写一个自动切换 用前面那个很简洁 这是自动切换组片的 两个写法 好了 所以我们都将来 余人帮助 inspir当然